友善石虎生态服务给付试办方案执行至今成果丰硕 已经将近有200位农友加入守护石虎的行列 现福特别在中疗乡公所颁发奖励金 希望透过友善耕作维系生态链 让野生动物增加栖息的空间 可爱的阿虎带领大家变身成为守护天使 为活动揭开序幕 目前加入友善石虎生态服务给付试办方案 守护石虎漆地的农友已经超过了220位 现福特别在中疗乡公所举办奖励金发放 同时也感谢农友的用心 让石虎等野生动物渐渐的回到生态当中 今天看到那么多的乡亲来参与 其实也会从在监测的过程当中 发现到石虎的那种喜悦 那从这里面我们能了解到 不仅是从在耕作的观念上去做一些习惯上的改变 那也符合我们现在在推友善农业耕作 减少农药的释放 不仅对我们在生活上面减少这些农药的 包括除老剂的喷洒之外 其实也温馆中降低了这林田污染的一种可能性 那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透过这些计划经营会的协助 那让这个计划的一个保育 它能够真正看到一些成像 会场中播出特生中心结合农友拍摄的石虎监测画面 看见自家农地出现石虎踪跡 农友们更是蓝眼兴奋 与林作农友分享拍摄历程 希望将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 那有拍到跟没拍到 其实第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因为 我们其实只给三个月的期间 可是我们在调查上我们都会说 一个地方有没有石虎可能至少要拍三个半月 可是因为我们限于经费时间 我们不可能拍这么久 或者是给农民更大的机会 所以我们只好规定三个月 所以我们本来很怕三个月 其实会拍到的比例更低的 可是比我们想的其实已经高 那跟作物有没有关系 我们整体看起来其实是没有 因为我们发现说农地的状况 因为我们在这个方案规定是不能用杀草剂 所以不能用杀草剂 其实它的底层就有很多 很适合石虎的食物生存的地方 那石虎有食物它就会到这个田地过来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 其实整个拍到状况这么好 是因为其实这些农地都不用杀草剂了 所以它的底层是非常干净的一个环境 友善石虎生态服务给付试办计划 从南投县中苗乡开端 由于农友配合度高 县府今年持续推动 并扩大乡镇参与 希望用友善耕作的方式 改善生态环境 增加生物的多样性 刚一开始就用我们中寮自办 但今年我们已经扩展到南投市 还有我们的草屯镇 竹山镇 还有积极镇 那另外还有中寮 陆谷 水里 民间 还有四个乡 总共是大概有八个的乡镇市 已经有来参加我们这个 这个市办的计划 可见由政府来提供一点点小小的资金 来让我们的农友也知道说 友善耕作对我们的环境 对我们的一些动物是好的 那希望用这种推破阻害 就是一点点的资助 让我们农友他的一些的 或不然是损失或者他的用心 能够多到一点回馈 我们希望说用类似抛砖引役的方式 让大家更注重这个 食物保育的这个议题 不用除草剂 毒鼠药等友善耕作的方式 虽然增加了农友耕作成本 但为了守护四湖七地 许多农友开始纷纷加入 市办计划方案 用实际行动维护生态环境平衡 要参加这个计划主要是说 希望友善我们整个耕作的 荣耀的 耕作的环境 然后能够友善整个农业的发展 因为现在 台湾很多农地 我们都知道就是越来越稀少 然后也越来越临散 那既然我们这里有 中鸟是十五的重要棋息地的话 我们都希望说 能够 农民能够尽一份的心力 来保护这样子 濒临绝种的一个动物这样子 友善十五的计划来加持 我觉得 让整个中鸟 或者整个蓝铬的这个环境 其实是一个良善的循环 可以让更多农地 就是避免这个林田污染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加持的效果 那发现十五之后 我觉得内心其实是缺悦的 那除了十五之外 也有像大罐鳩 穿山甲 甚至是林雕 在我们的田区 秘食 像蝸牛 这些害虫 这次的友善十五农地奖励金 以及农地出现十五奖励金 共有一百位农友获得 大家借着表扬活动 交流保育野生动物的心得 同时也宣示 保育十五的决心与动力 记者张东仁 中疗乡采访报导 中疗乡采访报导